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上期节目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些教程是 安装在树莓派上面的Home Assistant 用一条3.5的音频连接线 直接连接到一个音箱上面 然后我们的Home Assistant 就可以用这个音箱来实现语音了 也就是说你的家就可以说话了 但是这种方法呢 很多人会觉得有一条线很不方便 所以呢,大家会问蓝牙行不行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蓝牙是OK的 那么下面呢,我就带大家来做一下 如何让你的音箱支持蓝牙 好,我现在带大家操作一遍 在这里我要提示一下 在开始之前呢,你必须完整的按照我上一期教程 来操作,让你的有限的3.5的音频接口 可以发出正常的声响 然后才可以继续这篇教程 在这里呢,我也给出了大家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呢,就是我上一期教程的链接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步 也是安装各种依赖 我把这些繁琐的步骤呢 都写成了一个shale的脚本 大家只需要运行这个脚本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脚本复制下来 打开我们的xshell 连接到我们的树莓派 把刚才复制的内容粘贴进来 看一下回撤 这个过程呢,我会给大家快进过去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评论转发 好了,我们第一步执行完毕 我们看一下网页上面的第二步 第二步呢,就是配置里的蓝牙音箱 配置方式呢,也很简单 大概就是这几步 我现在也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输入sudo bluetooth control 然后输入power on 再输入agent on 然后输入scan on 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会看到我们周边的 一些蓝牙设备的Mac地址 都会显示在这里 如果有新的Mac地址出现 它就会多一条new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蓝牙音箱 调整到配对模式 调整到配对模式之后 大家看到最后一个Mac地址 就是我的蓝牙音箱的地址 那么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对这个蓝牙音箱进行配对 配对的命令是Pair Pair后面呢 加一个空格 把我蓝牙音箱的Mac地址贴过去 配对成功之后呢 它会显示连接成功 然后呢 我们再输入connect的空格 再加上我们蓝牙音箱的Mac地址 最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部trust 这个时候大家看 左边呢 已经能显示我蓝牙耳机 蓝牙音箱的名称了 然后我们最后再trust一下 这个Mac地址 这样的话下一次开机 它就会自动连接了 好 trust也成功了 这样呢 我们蓝牙音箱配对连接部分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退出来 进到下一步 下一步呢 是修改我们声音的配置 我们复制这一行 粘贴到我们的Xshell里 回车 我们先把Mac地址复制到剪切板 留着备用 我们需要把device后面这个Mac地址修改为你的蓝牙音箱的Mac地址 然后按ctrlx ny保存退出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博客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我们音频软件的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我们往下拉找到Audio这行 声音配置的这一行 如果你默认的是像我这个样子的话呢 配置就算完成了 大家就按照我这个配置就是蓝牙输出 如果我们把这条用警号注视掉 保留上面这一条 保留output等于 out sync这一行 那么它默认就是走这个3.5的音频接口 蓝牙是没有声音的 大家如果想用蓝牙或者用3.5 大家可以自己在配置文件里选择 好本期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